我老公已经抱小孩抱到要去看物理治疗室 因为他抱的方法不对 然后就一直抱他这样飞来飞去飞来 然后他就这边什么的 这边然后就是这个韧带就是什么拉伤 就我们的确平时生活中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觉得很就是很害怕的一个事情 是很多人会说 就是开始给我们灌那个恩爱人设 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普通夫妻也好 能走到一起一定是互相吸引 一定有甜蜜的部分 近期西风瑶接受采访是自曝 新手爸爸何友军抱孩子 抱到要去看物理治疗室 因曝的方法不对导致肌肉拉伤 谈到恩爱人设 称即便是普通夫妻也一定会有甜蜜的时刻 但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每天都是百分百高堂 也会有吵架伴嘴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甜蜜瞬间吧 你去哪里了 你去哪里了 去把这个放回去 你去哪里了 去把这个放回去 你去哪里了